這次我們開箱的所有產品 市值逼近15萬 而即便只看改裝後的iMac本身 市值也有11萬 那更別說我們預計改裝後的規格 是官網根本就點不出來的超高規格 i9-9900K的處理器 40GB的記憶體 2TB的NZ-NE SSD 以及2TB的SATA SSD 延續上一部影片 提到我們計劃將iMac27吋自行破保打改裝 這集就和大家聊聊我們的改裝計劃 我們計劃將iMac升級到i9-9900K 記憶體升級到40GB PCIe SSD升級到2TB SATA SSD也升級到2TB 感謝以下贊助商 迅速回應我們的需求 有信心和我們一起瘋狂地玩機改機 讓這次的企劃得以成真 感謝APC ASUS 華碩 ATEN 紅振 OWC Patrick 博地 Seagate 西捷 Thermalride 利民 真的非常感謝你們信任Enterbox 提供給Enterbox優異的產品 讓我們有資源完成這次瘋狂的改機 也讓我們的改裝過程更加順利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次要被改裝的標的物 iMac 27吋的規格 Intel i5-8600 這是一顆6核心6直行序的處理器 8GB DDR4 2666MHz記憶體 那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一些背景知識 比較入門的觀眾才比較理解我們為什麼要這樣改 iMac 27吋有4個記憶體的插槽 而且非常好更換 透過背後的小背板就可以快速更換 甚至比一般桌機升級記憶體還要方便 那原廠出來的時候就會佔用掉兩條 以4加4的方式給消費者 顯卡部分是Radeon Pro 575X 4GB 我真的覺得我的頭殼一定是撞到了 因為你知道嗎這個顯卡從2017年開始都是沒有升級的 那看來之後有需要就只能透過Thunderbolt 3的外接顯卡囉 硬碟是Fusion Drive 1TB的版本 那為什麼不挑更高價位的呢 後面也會說 總之就是一個官網就已經有的規格 也不用特別的定制 那不過因為我不是很喜歡用Magic Mouse 所以這次又多花了1500 將滑鼠換成Trackpad 總金額變成65400 另外一個不牽涉價格的 就是鍵盤沒有做調整 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我比較喜歡英文鍵盤 比起中文鍵盤少了注音跟倉截的圖示 擺起來看起來都比較美觀 那第二個是因為現在的桌上 已經有了一個一模一樣的Magic Keyboard Tool 那為了避免搞混 這次就用個英文版的吧 接著看到我們預計改裝的部分 大家會發現 哇 這次升級使用的料都非常棒耶 都是平價高 穩定性很好的品牌 而且選的都是旗艦規格的產品 嗯沒錯 穩定性和規格是我們考量的主要因素 因為拆iMac雖然很好玩 但是你絕對不想之後工作很忙的時候 又因為哪個零件壞掉啊 或是怎麼樣要停下來修這台iMac找問題 或者之後覺得哪個規格不夠 又要升級一下拆一下 完全不想 我們希望這個裝進去以後 我們就不會再去拆它了 所以Enterbox 這次選用的改裝配件 不管是效能還是穩定性 絕對都是一時之選的旗艦品 那首先我們就看到處理器 原本的i5-8600 我們會升級改裝到i9-9900K 這是一個8核心16執行序的處理器 整個升到最頂耶 真的沒在開玩笑 真的是最頂 9900K 是目前消費級的CPU裡面最強的耶 蛤 你說3950才是最強的 不是啊 我們現在是在做iMac的改裝啊 蘋果iMac AMD真香我知道啊 可是我們也沒辦法把它改裝成3950X啊 總之 為了要壓制i9-9900K 這顆強悍的CPU 散熱膏部分 選用ThermalWrite立名的TFX TFX是ThermalWrite目前導熱係數最好的散熱膏 高達14.3 WMK的導熱係數 在數據上來說 真的是地表最強的散熱膏啊 那除此之外 如果有拆過iMac大概會知道 iMac的CPU散熱器 是一整個模組的 同時要散熱CPU GPU 還有GPU RAM三個部分 所以這次換CPU的同時 也要重新幫575X 和它周圍的記憶體顆粒們 都上上新的散熱膏 那就全部都使用 立名的TFX來幫助散熱吧 那TFX有兩種容量的版本 分別是6.2公克和2公克 因為我們要上的東西真的還挺多的 所以這次應該會直接選用6.2公克的版本 記憶體升級到40GB 我們選擇OWC的iMac專用記憶體 兩條16GB的Upgrade Kit OWC是長期經營iMac改裝品的公司 所以他們改裝iMac的資源和經驗非常豐富 今年他們併購了台灣的Architio 並將其成為OWC Asia亞太地區的營運據點 因此不管是過去 現在還是未來 購買OWC的產品 台灣消費者都可以享受到非常即時完整的售後服務 不用在大老遠寄到美國 有關今年Computex 2019期間 我們採訪OWC Arcitio的影片 附上連結給大家 或是可以搜尋OWC加Enterbox就可以找到 那懂電腦的觀眾一定會想吐槽 為什麼會配出40GB這種非常不協調的容量呢 一部分當然是因為預算的考量 不要浪費iMac原本的記憶體 另一部分是因為我們也想在影片中呈現 像OWC這樣的3rd Party廠商的記憶體 和蘋果原廠記憶體混搭使用 也是可以穩定運行的 那這也可以解釋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記憶體不加好加滿呢 我們目前在使用的iMac 27 RAM有24GB 平常也沒有用到緊繃 所以進一步評估目前和未來的需求 其實不會用到64GB這麼大的容量 此外 假設以後真的不夠 要換也不會太麻煩 蘋果兩條的4GB拆下來換也是可以的 所以綜合以上主要4個原因 我們這次記憶體就是加到40GB 對我們來講是絕對夠用了 而這40GB光用想的 哇就是非常爽耶 這是原廠規格的5倍耶 改裝成功後 應該也會做一下Randisk來玩一下 我們選擇Fusion Drive 還有一個好處 那就是不用額外多買SATA線 因為蘋果原廠出廠 是以一顆HDD和一片SSD組合起來做Fusion Drive 如果是升級買全SSD的iMac 反而不會有SATA線 而且這條線是專用的會比較難買 所以Fusion Drive的機種裡一定會有這種SATA線 那我們就進一步來看我們要改裝的部分 首先是PCIe NVMe SSD 我們選擇細節最近才剛上市的Fire Cuda 510 SSD 這個系列的SSD速度非常快 都是PCIe Gen3百部的M.2 SSD 而我們這次要裝進iMac 以後幾乎就沒有升級機會了 所以當然是選擇最上層的規格 直接上到2TB 哇 2TB NVMe SSD 是什麼概念啊 就是兩個1TB耶 真的是太猛了 而且2TB的Fire Cuda 510 SSD 寫入速度更高達3200MBps 讀取高達3450MBps 最令我驚訝的是隨機寫入的iOps 高達60萬 這應該是我看過同類產品中最高的數據了 此外希捷 雖然是傳統我們認知的硬碟廠 近年才開始切入SSD 但先前我們使用希捷的產品經驗都覺得非常好 以及其提供Fire Cuda 5年保固 也是讓我們比較安心放進iMac的原因 其實以我們改裝的63,900 這個居間的規格 原廠升級是沒有2TB SSD的選項哦 最多只能升到1TB 但是加購價就要16,300耶 高配的iMac 27吋 72,900 是可以升級到2TB SSD 但是總價格就會直接飆到95,720耶 太恐怖了吧 所以呢 這次我們也算是改出了絕無經有的頂規iMac啊 那和大家拍完一波規格後 講一下我們擔心的部分 就是iMac是蠻挑SSD的 有些NVMe SSD 裝上去以後會有睡眠功能喪失的問題 嚴重的話能不能開機都是微直數 而尤其Fire Cuda 510 SSD是新產品 網路上完全沒有任何提過這樣來搭配iMac的做法 所以我們是有可能吃土失敗的 失敗怎麼收場我暫時是沒想到啦 但如果成功的話 我們應該是第一個 把iMac加裝Fire Cuda 510 SSD 還拍成影片的 真的是非常有挑戰性 儲存的部分講完NVMe SSD 那我們就來講SATA SSD囉 iMac原本的SATA SSD 連接的是ETB的HDD 我們也會更換為SSD 而SSD一旦裝進了iMac中 未來我們也就不會想要再去更換 那是很麻煩的 因此我們一次 就要將效能跟容量選到位 我們選擇了Patrick的P200 而這麼大的容量 預計過個5年都還能符合使用需求 我們定位這顆SSD的工作 就是純近期的素材專案檔 作為本機端的佔存 之後呢 我們還會把它丟到後面的DAS NAS還有雲端 那既然是純素材 最主要就是相較傳統硬碟 讓速度大幅提升 附帶的好處就是 沒有了馬達 可以減少噪音 減少震動 整機的重量也變得更輕 其實P200並不是第一次 出現在Enterbox的頻道哦 其實在今年Computex 2019 採訪博地時 就有看到這個新產品 大家可以搜尋 Patrick加Enterbox 或是點選畫面中的影片連結 P200這個系列 是博地最近上市的高CP值產品 目前同規格的競品中 P200是很好入手的選擇哦 原廠規格標示讀寫可達 530和460MBps 之後我們安裝進iMac 也會進一步對它進行測速 博地雖然是美商公司 但是其亞太營運總部就是在台灣 這對我們本地消費者來說 真的是一大利多 不管是購買產品 技術諮詢 或是售後服務 都會非常方便 整個儲存的硬體改裝大概就是這樣 改成兩個2TB的SSD 並且明確區分使用情境 雖然敢不敢的成功還很難說 但是一想到官網配不出這個旗艦規格 而且是全固態的4TB耶 哇 這個真的是太爽了 那至於從Future Drive拆下來的一片32GB SSD 和一顆1TB的HDD之後要幹嘛呢 我們目前大概還沒有一個想法 如果大家有什麼idea也可以留言給我們一些意見哦 還記得去年8月15日發生什麼事嗎? 2018年的8月15日 位於桃園的大潭電廠發生意外 導致全台大停電 這部影片的發布時間 就是為了讓大家回憶起這個事件 那我們可能大多數人雖然不是能源專家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藉由UPS 保護好自己的電腦和數據 這次我們與APC討論後 決定使用BR1500G這款UPS來搭配iMac 這個規格是Back UPS Pro裡面最高的旗艦款 可能有些觀眾沒有聽過UPS 不知道這是幹嘛的? 送快遞了嗎? 嗯 不是 簡單來說 UPS就是一個即時的備源電池 當遇到試電、跳電、短電的時候 可以馬上提供足夠的電力 讓你的電器設備不間斷地繼續使用 那為什麼要在iMac上使用APC的UPS呢? 像是我們平常使用電腦 突然斷電其實對電腦的傷害很大 那我們現在計畫改裝成為一台十幾萬的iMac 自然也要好好的保護 平常UPS能給iMac乾淨穩定的電力 讓電腦的壽命更長 另一個大家比較有感的就是工作到一半 突然遇到跳電而沒有存檔 應該會很崩潰吧? 如果這時有人可以多給你幾十分鐘 把片子輸出完 把檔案存檔 哇 那真的是謝天謝地喔 此外 APC確認能與iMac相容 也是這次我們選擇APC的重要因素 詳細等改裝完成後 我們會呈現試電突然斷電 UPS能讓iMac穩定運行的樣貌 請大家期待 那像外接螢幕要不要接不斷電呢? 基本上我覺得是不用啦 因為真的跳電螢幕就算了 iMac主機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像BR1500這款UPS 我們可以把外接螢幕 接在UPS具有濾波功能的插口上 讓螢幕也使用到乾淨穩定的電源 那我們這次搭配一起開箱的外接螢幕 是華碩的TA27AC 27吋的IPS螢幕 解析度為2K 2560x1440 標榜100%的SRGB色域 以及Delta 1小於2的色準 採用我喜歡的霧面螢幕 比較不會有反光的問題 除此之外 其底座可以左右旋轉 可以上下調整高度 可以調整仰角 也可以把螢幕轉直竖著放 這真的很方便 如果你有用過 Illustrator滑過E拉展的海報 或是平常有在Coding 就咱要好購 這款螢幕 是可以直接用Thunderbolt 3 Cable 與iMac連接的 不用透過其他的Hub和Dock 而且呢 其實PA27AC本身 就是一個Thunderbolt的Dock的規格喔 不過IO Port跟iMac一樣 都是坐在背面 操作不太方便 所以之前在其他影片 我也有提到過iMac使用者的困境 建議大家可以用一個Hub或是Dock 把IO Port往前拉就可以解決了 這次搭配開箱的Dock 就是ATEM的UH3230 這是一款無風扇的Dock 所以放在桌面也不會吵 也不會有噪音或震動 透過USB 3.1 Gen1 Type-C的輸入 可以輸出HDMI Display Port USB GIGA LAN 3.5的音訊輸出輸入 除此之外呢 它針對筆電有提供高達60W的充電 對於主要在用MacBook Pro的使用者來說 就會很方便 雖然它主要設計給筆電使用 但不代表桌機就不能用喔 目前暫時打算把它擺在iMac前面 主要給iMac使用 那如果有其他筆電剛好需要放在這邊 就可以透過它來外接螢幕 ATEM是台灣品牌 所以在技術諮詢 售後服務方面也是在地雜根 詢問上都非常的方便 以上就是這次我們開箱使用的所有產品 按照目前的市值估算 這樣全套已經逼近15萬了 那即便只看改裝後的iMac本身 市價也有11萬 那更別說我們預計改裝的規格 這官網根本就點不出來超高規格 i99900K 40GB的記憶體 2TB的NVNE SSD 和2TB的SATA SSD 目前改裝這個iMac還是有很多風險 或是一些我們思考的過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或許我們之後可以獨立做一集回覆大家的問題 所以要請您訂閱 大家的訂閱 是我們繼續製作優質內容的動力 之後實際拿到產品 應該還會有更多的發現 我們非常期待收到這些產品 產品到期後 我們會簡單做個開箱 然後就開始改裝iMac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裡 我是Enter 我們下集再會